有很多小伙伴一直想让我讲讲这个PS5的散热器 这是一个外置的散热器 安装方法很简单 把它放在后面 用于往后出风 在正式介绍这款散热器产品之前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PS5需要散热器吗 那这种散热器是不是智商税呢 PS5它自身是有散热器的 而且还进行过改良 那还有必要再装一个辅助散热器吗 那这个视频呢 我先和大家分享第一个话题 那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PS5过热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张图 这张图是PS5群里面的小伙伴发给我的 这个画面我没有遇到过 后来我到网上查了一下 中文的英文的全都有 看来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而且PlayStation的客服 对这个小伙伴说这是正常的 我们再看第二张图 这是我家现在的温度 北京六月初 室温32度 32度的高温玩PS5 PS5的后面能明显的感觉到 热浪般的往外涌 看完这两幅图 你们想买这款散热器吗 好下面再说一个 如果你用PS5玩这种PS4的游戏 一般PS5不会过热 后面的热浪也小很多 因为玩PS4的游戏 PS5的功耗低 那如果用PS5玩PS5游戏 特别是宇宙机器人 黑蜘蛛 还有恶魔之魂 虫制版 这种级别的PS5游戏 PS5后面就会特别热 从这件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PS5玩PS4的游戏 它的功耗低 玩PS5游戏 功耗高 功耗高 那就是PS5吃得多 也就是更费电 产生的热量更多 功耗低是没那么费电 产生的热量就少 下面我们再讲一个话题 PS5它支持多种分辨率的显示器 我现在这个是4K HDR 60帧 它也支持1080P的显示器60帧 PS5玩4K 60帧 在HDR的这种规格的 显示的分辨率的游戏的时候 它的功耗就高 我感觉PS5在玩这种游戏的时候 它已经发挥出100% 甚至超过100%的力量 所以说它会散发出更多的热量 但PS5如果玩那种 1080P的游戏的时候 它可能根本都不需要100% 只出个7 80% 5 60的力量就可以了 所以这时候功耗低 这个PS5后面的热量产生的就少 我在刚买PS5的时候 问过PS4的客服 客服跟我说 PS5的后面 要至少流出10厘米以上的空间 而且这个空间的空气 是要流通的 这样可以把这个热量 可以方便的给带走 除了PS5的后面 它的上面 左边和右面 也要有一定的空间 因为它的上面和前面 是要进风的 后面是出风口 前面尽管能让它多进凉风 后面能有流通的空气 把后面的热风给它带走 所以说我们在摆放PS5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 千万不要把它放在一个封闭的柜子里 或者箱子里 那样时间长了 会影响PS5的寿命 这个视频说了不少了 下个视频再和大家分享 具体这个东西怎么装 以及效果怎么样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